相信大家都知道,在春秋战国时期,曾经出现了很多兵法家,他们凭借自己的谋略,在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间,凭借自己的七寸不烂之蛇,获得了很高的地位。 虽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,为推动我们国家的历史进步,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,不过他们在客观上,也实现了自己的个人价值。 毕竟在那个动乱的时代里面,能够明哲保身,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 在这些出名的谋事当中,庞娟和孙斌也曾经是一对师兄弟,不过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,因为庞娟非常嫉妒孙斌的才能,因而他居然罗知罪名,并让孙斌受到了非人的折磨。 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,孙斌也开始谋划自己的复仇大忌,当他来到齐国之后,终于展现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,并在马林之战当中,一举报仇血恨。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,鬼谷子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,因为在他的门下,不仅出现了张仪和苏秦这样的谋士,同样还有庞娟和孙斌。 尤其是出生于山东省何泽市的孙斌,因为他本身就是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代,因而在孙斌很小的时候,便表现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。 稍微长大成人之后,孙斌更是有了自己坚定的人生目标,将来一定要成为一名驰骋沙场的将军。 当他听到鬼谷子的名声之后,特意不远万里来拜他为师。 让孙斌没有想到的是,也正是在这里,孙斌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敌人,他就是庞娟。 因为庞娟比孙斌拜师较早,因而庞娟名正言顺地做了孙斌的师兄。 在相处的过程当中,虽然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,不过因为庞娟的个性比较小肚鸡肠, 因而他经常将孙斌的恶作剧怀恨于心。 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庞娟逐渐下定了决心,将来一定要找机会教训孙斌,以解自己的心头之恨。 孙斌拜鬼谷子为师一年之后,庞娟已经学成下山了, 当他来到魏国的时候,很快便凭借自己的才能获得了魏惠王的喜爱。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,庞娟在魏国已经位高权重了,因为他不仅掌握了兵权,而且还有一大帮谋士, 于是他认为自己已经有能力,找孙斌报仇了。 拿定主意之后,庞娟特意写了一封信,并差人送给了孙斌,希望他能够下山帮助自己。 看到庞娟的亲笔书信之后,孙斌感慨万千,没想到师兄获得荣华富贵之后,居然没有忘记自己。 于是他赶紧收拾自己的行囊,并拜别了自己的师父,打算投靠自己的师兄。 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,他的师父鬼谷子特意告知孙斌, 虽然你们二人为师兄弟,不过你一定要提防着师兄,以免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。 听到师父的叮鸣之后,孙斌并不以为然,因为在他看来,师兄一定会照顾自己的。 于是他匆忙下山,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魏国。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,孙斌来到魏国之后,也得到了庞娟的后代,并将他推荐给了魏惠王。 谋得一官半职的孙斌,更将自己的师兄当成了恩人, 不过他并不知道,一场更大的阴谋正在酝酿当中。 当庞娟设置好圈套之后,毫无防备的孙斌立刻跳了进去,也被魏惠王抓了起来。 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,庞娟假惺惺地来到狱中,一方面宽慰孙斌,表明自己正在积极奔走, 相信孙斌一定可以平反昭雪,不过在另一方面,庞娟却在罗之罪名,并在魏惠王面前进谗言,希望他把孙斌杀掉。 不过因为孙斌是鬼骨子的学生,因而魏惠王并没有杀了他, 而是对他处以脸上刺字,断其双足,劈去膝盖骨等严厉的酷刑。 就这样一位前途无量的人,从此成为了一个残疾人,只能坐在轮椅上苟言残喘。 听到孙斌的遭遇之后,齐国国君特意派使臣来到魏国,希望秘密将他接到齐国去。 当他们看到装疯卖傻的孙斌之后,很快便表明了齐国国王的邀请,听到对方的表述之后,孙斌便跟随对方离开了魏国。 来到齐国之后,孙斌很快便表现出了他自己的军事才能,尤其是在田济赛马当中, 孙斌为对方出谋划策,不仅让田济赢得了比赛,同时也让齐威王看到了孙斌的实力。 也正是在孙斌的建议之下,齐国的国力不断增强,越来越显示出了霸主的气势。 在桂林之战当中,孙斌带领的齐国军队,第一次与旁娟带领的魏国军队不期而遇,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,孙斌很快用自己的谋略将魏军打得大败,而且活捉了旁娟。 不过,他并没有杀掉旁娟,而是将他放回了魏国, 因为在孙斌看来,自己报仇的时机还不成熟。 回到魏国之后,旁娟感到自己受了齐齿大辱,于是他开始调集六十万兵马, 希望一举打败齐军,并活捉孙斌。 在战斗开始之前,孙斌就已经揣摩到了旁娟的心思,并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方法,一举在马林全监了魏军。 也正是在这次战斗当中,旁娟被乱剑射成了刺猬,结局是非常悲惨的。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,孙斌遭受酷刑的时候,旁娟特意命人在他的脸上刻上了几个字,让他永远也抬不起头。 为了报得此仇,孙斌也曾经在旁娟的必经之路上,写下了几个字,那就是旁娟死于此树之下。 看到这几个字之后,旁娟勃然大怒,并命人将那棵大树烧掉了,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,火光很快便暴露了旁娟的位置,也让他成为了火靶子。 看到火光之后,孙斌当即决定,让齐国军队万箭齐发,让旁娟死无葬身之地。 从这件事情当中,大家也可以看到,孙斌为了复仇,也想尽了各种办法。 而她也深得鬼骨子的真传,也让她的复仇之路非常顺利。 作为她的师兄旁娟,因为自己的极度心理,导致两人之间的情意尽失,做出了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,最后旁娟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,也不免让人感到颇为遗憾。